有时候它可以给你高度 也可以给你绿度 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给你角度 新热点 新角度 江西卫视杂志天下 独杂志 观天下 该如何管理随意复制的门禁卡 宠物经济的市场为什么这么大 运动员马龙怎么成了英语学霸 更多精彩就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 学前教育 最近不少地方幼儿园 面临盖学校医招老师难这个局面 有报道说 预计到2020年 幼教这个缺口将达到100万人 其中最大的瓶颈 那就是编制问题 很多幼师 他明明是名校毕业 但进到幼儿园之后 却是面临着临时工的问题 这编制不足 就导致幼师队伍流动性比较大 这种种问题 就引发关注了 说起来 学前教育这个发展的关键 就在于人 要培养造就一支高质量的 稳定可靠的幼师队伍 那的确不像盖一座楼 建一所幼儿园那么容易 但是呢 通过一系列的提升和努力 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你比如一方面 应该完善幼儿园教师的编制建设 给予他们好的薪资待遇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最好能啊 推进那些在编的和不在编教师的一个 同工同筹待遇 因为不在编教师 它的流动性很大 很可能 那就是个牧童理论当中 决定教育水平 那最短的那个短板 通过提高他们的薪资标准 就有利于刺激 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啊 责任感 总之吧 学前教育也需要薪资待遇走在前边 这就叫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接着来说啊 现如今不少小区这个大门啊 都安装了门禁系统 门禁卡成了进入大门的第一道防线 前不久 这个记者调查就发现 门禁卡在配钥匙的店铺啊 可以随便复制 整个过程就那么几分钟 不仅街头店铺能复制这个卡片 你到网上 也可以轻松买到门禁卡复制器 价格呢 几十块钱 七百块钱啊 买一个回家 什么卡 你自己都能复制 看店铺这个销量啊 还相当不错呢 而且呢 无论是街头给你配卡 还是网上买这个复制器啊 顾客都不需要身份证明 只要给钱都给败 哎呀 说起来 复制门禁卡 一方面是因为业主确实有补办的 正常的需求啊 在外边这个复制卡片呢 通常比在小区物业补办呢 还要便宜 那另外一方面呢 则可能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啊 利用了 门禁卡虽然小哈 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全 如果这个卡片被不法分子给复制了 那你就禁不住那些个不速之客 那住户的人生财产安全 就难以得到保障 目前关于这个复制门禁卡 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就导致啊 这个行业啊 鱼龙混杂 咱们都知道啊 开锁呀 配钥匙啊 这些个从业人员 都需要到公安部门登记备案 提供开锁服务的时候呢 要核实开锁人的身份信息 那么对于复制这个门禁卡 咱们不妨也应该设立类似的 登记备案制度 对于业主来说 要妥善保管好你的门禁卡 防止泄露信息 而这个物业公司 也应该及时升级门禁系统 要增加它的复制的难度 只有多方同时发力 这门禁卡 那才能做到 以卡当官万富 莫开呀 好 继续回来 演一下最热门的电影 当然就属这个复联4 大家纷纷到影院 拔草心爱的影片 不过有观众发现 原本影院免费提供的3D眼镜 竟然也不免费了 前不久 北京李女士看这个复联4 就被要求在影院 自己购买这个3D眼镜 她就说了 看3D电影 标配就是那3D眼镜 我花钱买了电影票 你影院就应该提供这个观影服务 那现在倒好 眼镜还要另外收钱 太不合理了 对此 影院就表示 不提供免费眼镜 是出于卫生环保的考虑 你观众自戴眼镜 安全卫生还节约资源 这听着似乎是为消费者的安全着想 但人们并不买账 你像有人就说了 看个3D电影 得自己买眼镜 那去餐厅吃饭 是不是要当场买碗筷呢 3D电影的票价其实并不便宜 现在还要额外再掏些钱买这个眼镜 那真是把消费者当花生 那使劲炸这个油啊 还有人说啊 看电影的时候 经常忘记戴自己的这个3D眼镜 结果呢 你看一次又得另外再买一副 这哪是什么环保节约啊 那反倒成了浪费了 记者调查就发现 3D眼镜额外收费 背后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人工成本高 你碰到热门电影 这眼镜使用太频繁 每场电影结束啊 工作人员需要给眼镜来消毒 清洁 这个过程呢 耗费的时间是比较长 要人工爱一幅一幅的来插 在这种情况下 影院为了节省成本 就将这个包袱呢 丢给了消费者 有法律专家说了 3D电影以3D眼镜 那是一个整体 而你这个影院的做法呢 就是让电影票和观影工具呢 给它人工的分割是不合理的 属于变相多收费 涉嫌侵害到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事实上由于这个影院的设备不同 消费者你自己戴自己的眼镜啊 可能会出现和影片不匹配的情况 最终也会影响到观影的效果 现在绝大部分的影院 都是提供多种选择 既有免费的3D眼镜 也可以卖 你自己买 由消费者呢 自己来做决定 要我说呀 影院真想留住消费者 那就需要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3D眼镜另外收费 我看还得三思 后行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最新一期的自媒体文章标题 可爱用语 怎么就成了现代礼仪 说这个现代人啊 要是没有了萌萌哒语气词 仿佛就不会说话似的啊 你看啊 满世界都是这些个语气助词啊 什么哒 哑 哼 哟 人们说话的时候 能用搭 他绝不用搭 就连骂人都变成了去你搭 这样既表达了不满 又不会让气氛呢太过恶劣啊 追星的时候呢 啊啊啊停不下来 发微博的时候呢 哈哈哈哈一大片 互联网上那到处都是 乌乌鬼 阴阴怪 没事还会哭嘻嘻啊 天天就是美滋滋 这些语气词呢 虽然貌似拖沓 但却实实在在起到了一些 缓和气氛的作用 你像前一段时间 和菜头在微博上啊 自嘲不会写散文 总是写得硬邦邦的 结果呢 马伯庸就在后边加了些 你呀啦啊 居然立马啊 变得村上春树起来啊 让大伙呢 直呼是神奇 所以瞧见没有啊 你管他什么傲娇直男啊 抠脚女汉啊 在语气词这个面前呢 全都被收拾的是可可爱爱 话说现如今啊 那真是万物皆可蒙 你看我们经常使用到的流行语啊 都有一种 还有小孩说话 口齿不清的卖蒙的倾向 什么小公举啊 小伙之啊 这个感觉啊 互联网啊 就成了一座大型的托儿所 那问题来了 平时都正正常常的啊 咋村里一通往 就哥哥变得这么暖露的呢 最直接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 我们对可爱的东西啊 毫无抵抗力 就像那小婴儿啊 一看到就会勾起 人想保护 想照顾的欲望 因此呢 为了得到这个关爱和呵护 很多人就自吃宝宝啊 那言下之意啊 我还是个孩子 你得宠着我 包容我 这个时候啊 可爱用语 那就是一种安全型的废话 在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这种主动示弱讨好 不仅是自签 也是降低姿态 求合作的表示 是一种新型的礼貌表现 有了他呀 职场交易的时候 套路就有了 一连串的好的 是带哈 可爱的 那老师呢 你是最棒的 打好感情基础 就可以铺垫出下一句 死亡之问 老师 这个方案 可以再改一版吗 还有 就淘宝上啊 大家都是 你亲我亲亲来亲去的啊 那也是克服 为了拉近距离 确保这个月业绩不难看 这日子一长啊 这种网络用语 还真就成了我们 约定俗成的用语 陌生社交的礼貌用语 可爱用语成了社交礼仪 这现如今啊 最大的礼貌恐怕就是 把你当做宝宝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湖南张家界 无人驾驶大巴 挑战峡谷的玻璃吊桥 这大巴呀 有5.5吨 那相当重啊 最终呢 它顺利通过玻璃吊桥 而这个挑战的成功 就意味着 咱们国家首条景区 无人驾驶公交线路 正式开通 无人驾驶大巴 再加上玻璃吊桥 这双重刺激 让人更是提心吊胆 这位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姑娘 最近啊 喜欢上了收集这个快递纸盒 她要这纸盒干嘛呢 您瞧啊 经过她的桥手加工 这些纸盒呢 变成了卡通玩偶 制作完成后 她会把这些个玩偶当做礼物 送给福利院的小朋友 要我说 这样的便废为宝 既有创意 更有爱心 设计师用自行车 改造移动图书馆 外形超炫 我们来看啊 这个自行车 没有打开的时候 像是一个大型的甲壳虫 打开它的翅膀 里边呢 是一格一格的书架 上边放满了书 所以呢 这图书馆又叫 共享甲壳虫 有人调侃说 这个移动图书馆呢 就像是一种隐喻 我们必须努力 推开外面坚硬的壳 才有可能获取知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 一位驾校的教练 就是图片上这一位 他叫莫贵星 来自广州 人们之所以关注他 是因为他专门来教什么呢 聋哑人 至于为什么要教聋哑人 这莫教练就解释说 几年前他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呢 是一位聋哑朋友发来的 对方就问 聋哑人能不能考驾招呢 对此他也不清楚 就跑到相关部门来咨询 结果发现 法律规定 有听力障碍 但佩戴助听设备 能够达到一定要求的呢 是可以申请 这个小型车的驾驶证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通过相应的体检 聋哑人 人家也可以学开车呀 在了解这规定之后啊 这莫贵星呢 就想挑战一下 要教一教这个聋哑人 于是呢 给他发短信的那个聋哑朋友啊 就成了他第一个学员啊 莫贵星不懂手语 就把内容呢 写在纸上 和对方一点一招的来交流 这速度自然就很慢呢 普通学员几个小时 就能学会的东西 这个聋哑学员得学好几天 不过呢 莫教练很有耐心 对方很有毅力 经过几个月的磨练 这位学员终于达到 可以考试的水平 然后等到报名的时候呢 问题又来了 因为当地没有聋哑人 考驾照的先例 所以呢 这学员呢 没能够报名成功 对此 莫贵星没有放弃啊 他在后来的教学当中 不断地摸索 不仅自创了一套学车手语 让聋哑人学车更方便 同时他还发明了一种 专门针对聋哑人的考试方法 那就是让考官 把语言指令 用A4纸啊 给他写下来 然后用这个纸 来指令啊 来提示考试的内容 当地的车管所觉得 这个方法挺实用 于是就采纳了 就这样 在莫贵星的努力下 广州符合条件的聋哑人 都可以考驾照了 这在全国也是首例啊 目前当地已经有将近50名 龙亚人拿到驾照 帮龙亚人圆了开车梦 要我说 莫贵星老师 那真的是 心力除弊 难能可贵 那马上就夏天了 各种减肥产品啊 层出不穷 前不久呢 一款爆汗服是热销 商家宣传说 穿上它运动十分钟 就能达到运动一小时的 出汗量 产生爆汗燃脂 瘦身的效果 哎呀 就连明星 也在为它打广告 现如今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肥胖 成了不少人的烦恼 因为缺乏运动毅力 所以呢 一些走捷径的减肥产品 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 你比如这一款爆汗服 有明星打扣 减肥效果呢 又轻松快接 那自然就受到追捧 有的店铺 它一个月就卖出了上万件 按照这个商家的说法 这个爆汗服啊 使用了某一种特殊的材质啊 能够使人体在短时间内升温 然后利用热量反射循环 加速汗液的排出 增加卡路里的消耗 达到瘦身的效果 爆汗服真的有如此奇效吗 恐怕专家的话 会给你带来一万点的暴击 而专家就说了 出汗与减肥啊 没有直接关系 短期内急速大量的出汗 体重会暂时的减轻啊 但是减的呢 只是身体的水分 你喝了水之后 那重量又回去了 这与之前流行的 什么在身上绑保鲜膜的道理啊 是类似的 如果长时间穿这种爆汗服啊 水分大量流失 又没有及时补充水 会导致血液粘稠度 增加加重心肺的负担 对身体呢 反导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啊 爆汗服来减肥 更多的恐怕是商家的忽悠 说起来我国减肥市场规模不小 预计还超过了两千亿呢 遗憾的是 这隔一段时间 就出现一些个虚假的产品啊 通过神秘配方 高科技来忽悠圈钱 最终呢 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这就需要咱相关方面 要重视这个监管 而对想减肥的人来说 还得记住那句老话 就是管住嘴 卖开腿 这样才能燃烧卡路里呀 来 来 咖啡衣 剪掉可乐剪有你 上方玩来玩游戏 别再熬夜上身体 来 来 吼转体 包吻鱼家要我起 风格当车不拉提 包吻杯里包口气 来 来 手呼吸 肩膀也好有紧密 平凡要力划穿机 不打目的不放弃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世界海拔最高的派出所 前面有演员吴京 发布了一条微博 说他到达了 世界海拔最高的派出所 朱峰派出所 这微博一出来 有人就提出怀疑 说这个派出所的海拔 不是世界最高的 就在大伙热烈讨论的时候 国家移民管理局 出来科普 说事实上 还有三十多个派出所 都比这个 朱峰派出所的海拔还要高 其中图片上这个 你看 这个是最高的 它叫 普马江堂边境派出所 海拔是五千三百七十三米 随后呢 这个冷门的派出所 激发出人们的探索热情 有人就晒出 许多关于这个派出所的资料 咱们先来说一说 它所在的普马江堂乡 这个乡啊 平均海拔五千五百米 是咱们国家海拔最高的 一个行政乡 这里呢 也被称为是世界之巅 这地方啊 风景特别美 白天仿佛置身在云端 到了夜里呢 星星离得很近 伸手可摘呀 不过呀 这里的气候啊 非常的极端 连平均气温都在零下五摄氏度 空气含氧量 不到海平面的百分之四十 除了牦牛啊 绵羊啊 那鸡鸭鹅这些家庭啊 养都养不活 也正因此呢 有人就把它称为是 生命的禁区 我们再来看看图片上 这一片这个冰川 这是这个乡啊 最著名的景点 叫四十冰川啊 海拔超过了六千米啊 这也是当地派出所 常年执勤的一个地方 尽管条件非常的恶劣 但民警们呢 依然静静夜夜 坚守在这一片土地上 他们就说了 能够守护这一片美丽的天堂 是我们的荣幸 再苦再累 我们都愿意 这是好样的啊 在这里 咱们要向这些个民警啊 来致敬 鸣心无惊 搞出乌龙 捧红出世界最高的派出所 要我说 这也是一堂生动的地理课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宠物 如果有人问 什么算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估计也有人会不假思索的回答 有猫有狗啊 前面9 2018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发布 有数据显示 这个目前我国啊 宠物的保有量 仅次于美国日本 已经居全球第三 宠物市场的规模 是高达1700多亿 这个火热的市场 年轻人是消费主力啊 也更舍得啊 在宠物的身上啊 来花钱 别看这个宠物啊 个头不大 那平日的开销 那真不小啊 吃 穿 用 住 行 样样都不便宜 比如狗粮 在宠物消费当中是占比最高啊 一个月呢 得要五六百 你再加上其他的营养品 一只宠物狗狗啊 每月伙食费呢 得上千啊 说完了吃 咱们再来说一说住啊 都说金窝 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但现如今这个狗窝啊 那是堪比金窝银窝啊 又宽敞又舒适 里边呢 还要放装饰品啊 什么温度计啊 软电啊 玩具啊 那是满满当当 如果碰上一些个 娇贵宠物啊 这光笼子啊 就得好几千 宠物不光吃得好 住得舒服啊 业余生活呢 也是丰富多彩啊 比如定期还搞美容 健身啊 买漂亮衣服 这些个开销都不小 万一碰上宠物生病 一场简单的手术 就得好几千 难怪有人说啊 养宠物跟养娃差不多 即便你没有养宠物 也不妨碍你 为这些个小动物花钱 现如今 云养宠也是特流行啊 一些网红猛宠啊 吸睛能力啊 惊人 你想有的小狗 就靠着卖萌的视频 能获得几百万的点赞 有人就感叹啊 最理想的生活 一人一巫一狗 所以啊 为了宠物 他舍得掏腰包 这还真是小宠物 大市场 好 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茨 找茬窗口 在上海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 有这么一个窗口 就专门啊 听人抱怨 笑脸候着 办事群众 你来吐槽 完了呢 还要认真统计这个吐槽点 这个窗口的名字就叫 请您来找茬 找茬 说白了 就是给相关部门提意见 这提意见的渠道啊 一直就不少啊 有意见部 有意见箱 还有各种官网APP 那为啥要单独设立一个找茬窗口呢 原来啊 无论是意见部啊 还是耕铁留言啊 经常都得不到及时的这个回复 即便回复了 也有一些个官墙 套话 人们本来是想咨询事情啊 或者是反应问题 结果呢 有点像这个拳头打到棉花上啊 心里啊 反倒更窝火了 有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找茬的窗口 那就不一样 因为他和办事群众直接是面对面的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及时的回复 这个群众的意见呢 也能被认真的倾听 看起来啊 主动设置一个找茬窗口 听市民抱怨 有一点自讨苦吃哈 但他传递出来的是真诚的办事态度 是最有温度的一种看见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诗歌教师 就图片上这位姑娘啊 她的故事呢 感动了很多人 她叫康瑜啊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毕业的时候 她被保送读研究生 还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啊 可以说前途无量 然后呢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她竟然放弃了保研和这个留学 她决定干嘛呢 去支教 她就说支教啊 一直是她的梦想 后来她就来到了这个云南的一个小镇 来支教 虽然说都已经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 但这个大山里的艰苦啊 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料 每一次家访都要爬几十里的山 她腿上啊 她经常是亲一块紫一块 更让她头疼的是有些孩子啊 逃课 打架 她好心管教嘛 结果呢 还被孩子骂 哎呀 这让她很受挫 但是即便如此 她没有放弃啊 她总是想着校长的一句话 这个小镇最后的主人 就是这些留在山里的孩子 他们现在怎么样 小镇的未来 那就是怎样的 维尔浪这个山里的孩子啊 喜欢上读书上学 这康老师呢 尝试了很多的办法 其中写诗这个办法呀 效果最好 于是呢 他就特意开设了一门诗歌课啊 孩子很喜欢啊 经常是佳作评出啊 这让老师呢 也特别开心 更让他高兴的是啊 有了诗歌课之后 孩子逃课的情况越来越少 成绩呢 越来越好 哎呀 这支教的日子呢 很快就要结束了 再回到城里以后呢 这康瑜呢 就开始要申请这个留学 他本来以为嘛 支教的生活 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呢 他突然就收到了一个大箱子 里边都是孩子啊 写给他的诗 那其中呢 有一个女孩写诗 就说 我有一个愿望 希望有更多 像我这样的孩子 能够在诗歌里 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 这四个字 一下子就集中了康瑜的心 之后 康瑜放弃了留学 再次回到大山 并且呢 成立了一个诗歌教育公益机构 就专门 为偏远山区的孩子 来提供诗歌课程 目前这个机构 已经为五万多山区孩子 带去了人生的第一堂诗歌课 康瑜就希望啊 能有更多的山区的孩子 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 即使成不了太阳 也要始终向着光芒 那是鸟那是 是我学习的榜样 你给我的一切 我永远不会忘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说这个前不久啊 是拼赛四分之一决赛 马龙四比零 战胜了队友林高远 有记者采访问 你觉得瑞典的瓦尔德内尔怎么样 结果呢 翻译听错了 翻译称你认为你的双打搭档怎么样 马龙立马就转向翻译 问记者说的是瓦尔德内尔巴 这翻译呢 当场求证之后 确定马龙听到的没错 这么一段这个视频啊 立马上了热搜 我们也来看一下 对此有人就调侃说 有的人表面是大满贯的冠军 背地里是英语小组长 说起来 这已经不是马龙第一次秀他的英文水平了 此前在2018的德国公开赛上 夺得冠军的马龙就成在颁奖礼上大秀英文 说那呀是他的幸运城市 引得现场一阵掌声和欢呼 了解马龙的球迷都知道 英语课代表马龙毕业于上海交大 在乒乓球队当中 还有很多人 你比如刘国梁 秦志简 王立晴 许兴等 这些个球员呢 都曾经就读于上海交大 在学业上啊 那师父刘国梁 可以称得上是马龙的师兄 其实呢 除马龙外 中国运动员当中 步伐英语高手 最典型的代表 当然就是姚明李娜 刘国梁曾经说过呀 我们的队员呢 都应该向姚明和李娜学习 在未来的世界大赛当中 能用流利的英文 与外国队员记者来交流 展现我们的精神风貌 所以你看 国拼队伍里出现学霸 那就不奇怪了 其实呢 国拼不仅仅重视体育 同样也重视文化素质的培养 中国乒乓球协会啊 曾经发布过一个测试大纲 你看看啊 这是语文题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数学题 还有英语题 看到这些个题目啊 不少人就感慨 别说当世界冠军了 自己连入门的门槛都不够 这还真是 不会做数学题的世界乒乓冠军 不是好的英语组长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杂志天下 感谢收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